欢迎收听赵紫阳回忆录 改革历程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第十一节 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 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 同当地的县、市、地、省干部座谈 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 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主要内容是 沿海将近1亿到2亿人口的地区 在战略上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 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 加快沿海经济发展 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 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 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 放到国际市场上 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 在国内加工生产 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 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 使之成为生力军 甚至主力军 这就是说 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 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 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 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 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了适应这种转变 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 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 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 或者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 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 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 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 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 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 首先是有机遇的国际的机遇 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在继续 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 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 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这一部分生产 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者地区 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二次大战以来 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 从亚代地区来说 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 转移到日本 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 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制造业、生产业 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 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 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 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也好 从亚太地区也好 是不会终止的 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 对不发达国家确实是一种机遇 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首、不开放 又实行僵化的高洞集中的体制 信息也不灵通 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 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 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 靠近口岸、交通方便 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 中国劳动力充足 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 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 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 而且总的来讲 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 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 既有机遇又有条件 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 规章制度上的障碍 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 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 如果不走这条路 那么沿海地区将越来越陷于困难的境地 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 比内地有优越条件 但是如果海岸过去的路子走 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 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 但没有资源 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全国一盘旗 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 在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 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 现在内地省份也不愿意把资源廉价的 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 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所以今天沿海地区 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 经济发展战略 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 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的 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技术提高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 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传业转移到内地 使自己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 沿海经济发展了 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 沿海发展战略 不仅会大大的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 从政治上讲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全国机会均等 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 内地经济快不了 沿海也快不了 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 高于香港 更不要说新加坡和台湾 但是几十年以后 上海破旧了 大大落后于香港 落后于新加坡和台湾 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 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整个比香港 新加坡 台湾都相差很远 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 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 经济能够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 那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从政治上考虑 将来对收回香港 收回澳门 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 增加那里人们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 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 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 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 这真是一本万利 至少是一本几利 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的产品 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 产品出不去 或者档次上不去 如果能进口原料 进口材料 企业机器开动了 产品可以出口 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 手头还赚了外汇 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 叫做周转外汇 那时只是给地方 没有给企业 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 它可以进口原料 再加工出口 即以尽养出 这样一年可以转三四次 甚至五六次 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过去有诸多限制 60年代我曾经给中央写过报告 提出把外贸搞活 以尽养出 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方法 在外贸部长业绩状的同意下 实行外贸包干 即进口多少东西 再出口多少东西 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 60年代初 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 除其他原因外 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 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到 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 不是没有机遇 不是没有机会 不是没有可能 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 也遇到这种情况 天津有很多的轻房工厂 就是缺乏原料 缺乏材料 设备也没法更新 很难进行生产 那时正是调整时期 许多工厂被迫停业 我和他们商量 可不可以进口原料 加口出 加工出口 他们认为当然好 当时我就想着 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后来因为其他原因 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 从1981年到1984年 广东开始发展起 三来一补 进口原料加工出口 来样加工 补偿贸易等等 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 来样加工 来料加工 然后产品出口 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 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 广东这个地方 特别是东莞 南海和 珠江三角洲一带 他们发展得很快 开始就得意于此 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 开始香港的商人到那里 就事情三来一补 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 转移到国内 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 广东搞了以后 福建 山东 浙江 江苏 也都这样搞起来 效果都是好的 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 沿海地区有一个优势 有待我们去认识 去发挥 当然 改革开放几年来 沿海地区实际上 都是在这样做 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 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 向这个方向发展 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 来部署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 这绝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致 而是长期观察 思索 研究 得出的认识 是改革开放 十年经验的启示 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 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 是不是和一位叫做 王健的同志 在1987年提出的 国际大循环观念相同 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 国外的报刊说 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 王健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 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 内容我看过 还批给纪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 王健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 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 有些地方是一致的 都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 但两者出发点不一样 思路不一样 内容也不一样 他主张中国发展轻仿商品出口 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 也即进行资金积累 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 他这个设想 我没有详细研究过 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节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